大家好,官方在昨天晚上悄悄的更新了 第一個就是上次講的夜家軍和燕軍的劇情 官方真是優化的更新不用傳完就可以出發喔 第二樣更新就是角色和夥伴升等有資質可以分配 我那時候就在想應該不可能是升一等就有一點 果然,主角是每升十等會有一點可以分配,像我一百等就有十點喔 這樣變相又是增加主角的戰力耶,能力已經這麼逆天了 這邊來聊聊配點,主要是看你玩什麼流派還有武功再來配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配就像我一樣全點悟性也可以喔 因為悟性加攻擊還有防禦力 像我這樣配完攻擊力就來到6400,防禦是4830 夥伴的部分是每升五等就可以獲得一點資質 滿等一百等可以獲得20點資質 搭配有五顆天璣丹 等於每個夥伴我們可以加的點數是25點,也是提升了不少戰力 點數分配,因為五為每10點都會新增一樣天賦 你可以像我一樣多配到10點以後,剩下的點悟性來增加攻防 或是你的武功流派有主要吃的屬性,那就依照流派去配置 對了,服務員的部分是選配,因為他的天賦是有機率殺敵多物品 這個對戰鬥能力來說我覺得是沒那麼重要啦 第三樣更新我最期待的五道洗點更新時裝囉 在五道的這邊左上角新增了重修鍵 點擊重修不用消費任何金錢或道具可以直接重點 床上可以不用擔心手殘點錯啦 但是要注意一點喔,夥伴並沒有實裝 不要一個沒注意,夥伴的五道直接點廢了 再來介紹新的結園方式給大家,還沒解的有福囉 一樣我們直接到月老廟來結園 看來是用空格來玩拉霸耶 第一個還蠻慢的,而且格子很多不用怕出錯 怎麼會有自己啊 跟自己覺得是哪招 什麼啦 等一下等一下 再來一局再來一局 其實仔細看會發現它是有規律的耶 只是一直盯著的話眼睛感覺太多裝了 耶,天作之和,決定就是這麼容易 其中一樣更新我也蠻喜歡的 特別拿出來講 就是在戰鬥中可以切換絕招來使用囉 在我們戰鬥的時候右手邊的選項多了一樣絕招 我們可以點進來隨時切換我們想要用什麼絕招 我覺得這樣才合理 不然你學一堆絕招要幹嘛 不過小缺點是 比如我現在裝備的是太極十三式 我如果在戰鬥中更改我的絕招 我會錯失這回合行動的機會 等於下回合才能放耶 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啦 近代官方能夠持續優化 這次更新還新增了四樣結局跟兩個成就 之後會陸續跟大家分享獲取方式喔 但我看老半天似乎沒有新增福布的劇情 應該是官方還在培程吧 再等等看週末會不會再更新 其他更新跟優化我就不特別提出來講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以上為這次新更新時裝內容情報分享 我會陸續發布更新內容劇情攻略 大家敬請期待 我是小楓 我們下次見